我们继续来观看陈兴桐大战石群尧 双方来到第四局的较量 白短 前三局石群尧已经是赢下了两局 这一局很关键 相辞 一比一平 反手撕住 这板球 球的落点变换的不错 反手快撕 二比二平 陈兴桐这板球呢是没有挂住还是失误了 二比二 二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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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四 二比四 二比三 三比二 五 二比二 二比三 三比三 二比二 二比三 白卵 批长 还是瘦了 陈兴彤要求暂停 陈兴彤请求了暂停 团体决赛呢采用的是五盘三胜的赛字 辽宁队已经是赢下了第一盘 这一盘如果输掉的话 双方有可能要打满五盘 写得很快 车子 中间有什么 写得很快 也不回答 写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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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拧回来石熏尧发球轮 正收短球 陈庆彤的还是变换球的弱点 去打石熏尧的空档 让他上步不及时 从而出现漏洞 反手快思 5比5平 也是一个运气球 陈庆彤一定不能放 拿下这一局 尽量的拨入到决胜局 6比6 相辞 反手对反手 陈庆彤也是转了正手 完成了得分 反手快思 漂亮 8比6 陈庆彤 这几个回合 打得很好 将比分给追了上来 这半球 回打速了 太短 转正手 变换落点 陈庆彤 陈庆彤是想把球的弱点 尽量的去落到 静台 去打一个追身 陈庆彤 陈庆彤打得还是有点保守 快手快思 转正手 漂亮 这样打才行 要充分利用自己防守好的优点 然后为进攻创造机会 挑战 谢谢大家 李永彤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0比9 施讯瑶又追了一分 11比9 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